著名音樂人黎小田 在今個月一號因病離世 享年七十三歲 這一日在紅磡世界殯儀館出殯 黎小田兒子黎小斌 息父兼電台DJ林忌韻 一早到場打點 眾人神情形眾 一言不發急步進場 而門外繼續有素名保安把手 接著好友老鎮迅、林莉、胡惠康、林建明等先後到場 而安德尊到場時神情哀傷更眼泛淚光 大臉儀式在早上十點十分開始 衛免傳媒拍攝到寧堂裏面的情況 工作人員推出木屏風做遮擋 黎小田的寧救在儀式之後 由工作人員在寧堂裏面推出 靈救採用深啡色的西式棺木 上面放了白花 而靈車的旁邊就結上白眷布 黎小斌捧住黎小田的遺照步出 再登上靈救車 息父緊隨其後 黎小田的生前好友薛家宴 則由細女和安德尊培同底下 步出靈堂 見到家宴姐神情哀傷令人心酸 大約十二點 靈車抵達火葬場之後 黎小斌捧著爸爸的遺照 步入場內等候 家宴姐望著小田哥的相片 亦表現依依不捨 同兒子傾談之後等了一陣 他們就同一眾親友步入禮堂 火化儀式開始 其後十分鐘左右 眾人步出 家宴姐一不成聲 離開時 聲音沙啞的家宴姐 同傳媒講多謝大家 辛苦世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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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